欢迎两位 这个小片里面说 他常离家出走是吧 对 他经常离家出走 你统计过他一年 走过多少回吗 他统计过 他跟我相处 这个一年半 这段时间里边 他大概应该是精准 估计是57次离家出走 57次啊 一年半啊 可以啊 我是想就是离家出走嘛 他每次都会哄我 然后有时候吵架 没有台阶下 我就故意 我觉得还挺甜蜜的 所以我会计算 哦 人家把它当成个甜蜜 您都为什么离家出走啊 孩子 就有一次 我从小就学习 不是特别好 不爱看书 然后他又嫌我不爱学习 因为他是学这个戏剧的 然后我就说 那个抖个机灵嘛 我就说 我是俄里普斯王 然后他当时好像没大听懂 我就说 你听不懂的话 你就去百度一下 然后就把它送上启事了 送个楼子 过了两个小时 给我发了个照片 微信上 一张照片 拎个箱子 然后呢 站在那个学校那块 说不行 我要回东北老街 我受不了的 我要回东北老街 为啥啊 他的语气就是啊 很轻蔑 反正就是我觉得 喜爱我没看过那个书 我学戏剧 也不一定看过那个书 我怎么知道 那个子多什么 它到底怎么回事啊 哎呦 姑娘 你这学戏剧的还真应该看看希腊的东西 然后我就看他生气了嘛 我就想也不能不管呀 然后我就骑着车 我就去找他的 在那个学校门口那块 然后他拎个箱子嘛 他见到我之后 态度立刻就软下来了 笑得稀的 然后我就想 女孩可能都需要哄是吧 就是说 那个宝贝 对不起 我不该那么跟你说 我应该就是把话说明白 然后我说 西门那边新开家小吃店 杂串挺好吃的 要不咱尝尝去啊 然后他就特别开心 然后我就把他就拉走 我不是 我不是爱吃那点杂串啊 我是想 他既然都来哄我 就代表他不是嫌弃我 就没看过这个书 然后我就想 万一分手之后 他也很想我呢 就给他再开心 听明白 这我听明白了 为什么前面他要铺垫一下 说我打小学习不好 你是怕他故意地 对 明白了 还为什么是要出走啊 就还有一次嘛 他又工作啊兼职啊 我给他打电话 他也不接 然后一连打两个 他都不接 然后后来我就离家出走了 不 这为什么离家出走了 就是我在那个 一个网合公司兼职 我给做那个外包 做绘图 然后他当时给我打电话 我上班那个地方 主管经常来回走 我那个工位 地理位置特别不好 主管一看就能看到我 然后 不是 你不用解释啊 不就没接两个电话 我问他为什么离家出走 你还解释 你是真惯他你 因为 我觉得他又上学 又干那么多 剑职很辛苦 我就不想让他干 就借这个原因 他就是想让我多陪他 就是想让我老跟他 腻在一块 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那天 我就直接跟老板说 我说学校那边 要我签字 然后我就回去了 然后上午工资也没给我算 我就回去找他的 然后 所以你骗了老板走的 对啊 然后他那个上班的时候 电话没接嘛 他就给我发那个短信 还是彩信 还是那个厨 箱子还是那个箱子 人还是这个人 然后呢 就说我要走了 不行了 我要回老家 我受不了了 然后我就想 我这也算是有前车之鉴的 然后我就去找他 还是就是越来的配方 还是越来的味道 就是 我明白了 还是在学校门口 然后 西门 有家串吧 走 没有 这也是烤地瓜 你看 反正也是一个烤地瓜 就哄好了 然后就过了这个毛病 他就天天就 没事就给我来一次 就像日常那种 说哎呀 今天可能说 他吃饭没人陪了 然后我这边 可能说还在干别的 然后突然就说 还是同一张图 还是同一口箱子 还是那个人 我要回家 对 然后就是这个 那你还上了57次当啊你 就是 其实吧 我感觉他偶尔耍个小兴子 然后这么任性一下 我感觉挺可爱的 因为当时 我跟他认识是 怎么认识的 就是我把一个 闲置的健身卡 挂在那个平台上了 他要买嘛 因为是同城 也不能发费地 他就直接先把钱给我的 我感觉这姑娘挺单纯的 我没直接把钱给你 就是 画点画嘛 他问你买吗 我说买 我问多少钱 他说350 我就专给他了 然后我觉得挺单纯 挺有意思的 我就说 加单微信嘛 就这么成了嘛 然后他就是 你要说真正平时 耍小兴子 我倒都能忍 就是他不分场合 不分地点 无论什么事 他都会给我拦那套 就说他要走 他要走 像我就是 平时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爱好 就是喜欢打辩论嘛 然后当时 学院组织迎新赛 就是辩论的迎新赛 你是辩论队的 对 然后那个 我就在文学院 我就打嘛 然后打完之后 我就说 有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加一下 那个我们的那个群 然后如果有 解决不了的问题 可以加我 我是这个队长 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找我说 然后他当时 就特别生气 直接就是一个箭步 冲上台 把我那个号筒拿走 说不管不管 你们学长 不管这个事 你们去找别人吧 他不管这事 你们加别人去 就这样 特别让我下不来 我没有那么刁蛮 我就是因为 他打别论嘛 第一次穿西服 然后看他 距离力争的样子 就觉得还挺帅的 然后他在中间 就是说 你们可以加我 然后那小学们 就呼啦呼啦 全都涌上去了 我一看就不行 我就告诉他们 让他们找别的学长负责 然后我就把他 拉上去了嘛 因为人挺多的 还在台上 影响也不好 然后我就把他 拉上去了 我就跟他说 就是讲这个道理嘛 他就不听 就在那哭 就是一直在那哭 你不是讲道理 他就是过去 就这样使劲拉着 我要过去冲住 还气喘吁吁地说 你凭什么能不尊重 别人喜欢的事情 你凭什么否定 别人热爱的东西 转身就走了 说得没错啊 他出门的时候 为什么惹我生气 他就说 说你看你打这个东西 你也不能那个 拿什么大奖 你也不能什么 帮你升学 也没怎么怎么样 然后还说不给钱 你打这东西干嘛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事 当时他就一直哭 一直哭 我就没理他 然后我就走了 那我后来不改变想法 你打别人赛 不得过一千块钱吗 我俩去开演唱会了 就说这演唱会 买最后排的座 看汪峰演唱会 一共四个小时 我听保安唱了三小时 就非得要去看那个演唱会 还是最后排座 完了 要是平时 他要想跑路啥的 他都会给我一个明示 或给我一个暗示 意思就是说 不行了 我要走了 然后那个 你赶紧来拦我 然后这次好像就是认真了 我想跟他发消息 我说这事可能我态度不好 然后跟他那个微信一说话 我发现他给我拉黑了 然后就打电话 打电话也不接 然后我就给他 那个启示那个盈盈打电话 然后盈盈告诉我说 他收拾东西就是要跑路了 要回家了 这回都没跟我说 我就想可能这回 我是真把他惹生气了 然后我就直接打车 去汽车站了 在那个售标处拦住他的 然后我就说 不管怎么说 我态度不好 也没跟你说明白这个事 然后我就跟他 做了一个类似像写定一样 然后后来就把他哄回来了 那不是写定 是个骗局 他就等着我入坑呢 他说那个 我要是能连续陪他去图书馆 待一个礼拜 认真看说 他就打辩论的时候 尽量少和女生接触 我那叫骗局吗 什么叫骗局 就是骗局是我知道你做不到 你就别辩论了 你说事实吧 他做到了吗 他没做到 然后怪我给他找的书不好看 他故意的 他给我找了一本什么 和鸭嘴兽去酒吧 我一看挺好玩的 谁知道是一本 特别长的哲学书 我看了半个小时就睡着了 你真要命啊 你读个书读半小时就能睡着啊 那个哲学很难懂 所以当时你信了吗 信了 你看 他耍小性子啊 或者说这个发个脾气啥的 其实也就真是无上大雅 都在我控制范围之内 但是就是我觉得 我跟他消费观念特别不一样 我其实家庭条件 就是挺一般的 我家里每个月 给我打生活费是800 然后我自己出去 兼职做出什么的 我一个月大概能 有一千五左右能花 然后他就家庭条件比较好 他爹妈光给他钱就给四千 然后他没事还可以就是再要嘛 然后他就是这个人花钱大手大脚的 尤其是就是在买东西这上面 就是该买的买 不该买的还买 然后别人买他买 别人不买他还买 然后就是反正一个比个能买 这次这个双十一 他就跟我炫耀他买了三十多个 就是未收的快递 然后他都是没什么用的东西 那都是有必要 就像创联拖拔水果道 哪样用着 你能用着你大冬天买什么花素水啊 我能咬你啊 你要说你囤点日用品是吧 日化品 我其实也不能那么反对 就买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什么 什么睡觉闭嘴神器 我就不知道你买那个东西干嘛呀 自己有的毛病 不得注意点啊 我室友就说 我要是高度紧张的时候 睡觉说梦话 我不得自己注意点啊 他就总这样认为 他认为说 我有什么问题 我不先想 让我放松 不再说梦话 他就想说我花钱 去买东西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他有个观念 就是双十一啊什么 这种购物大潮 如果我不买东西 我就亏 买了我就赚 我来一句啊 他花你的钱吗 没有 那就完了 你让他花去呗 他真的心可强啊 我想啊 我们俩每天 白天他上班啊 或者他学习很累 我们俩晚上收拾 漂漂亮亮 嘎嘎尽尽尽 去一个环境好的 高档餐厅吃饭 这样就也能提高 生活质量吗 他就是想 我要跟你谈恋爱 我不能只花你的钱 我必须经历上 跟你做到五五开 所以他就经常兼职 我就不想让他干 你知道人在外面 打工很辛苦吗 知道 那你大小姐脾气 就不能收敛一点 我 钱是你挣的吗 我想 你觉得什么呀 那钱是你挣的吗 你告诉我 不是 谁挣的呀 我父母挣的 对呀 那你嘚瑟什么呀 其实我觉得就是 花钱没有什么 因为人家的钱 是人家自己赚的嘛 爹妈赚的 但是我觉得他不是很懂我 因为男生可能都有点爱好 就是喜欢买鞋子嘛 然后我知道我条件不好 可能我攒呢 或者说我省吃俭用 我攒出一双鞋 我很高兴 然后他就说 说要不我送你呀 我感觉不舒服 我就说不用了 我自己来 然后他就有意无意说了一句说 真的你买不起 你买个假的 不也都一样吗 我感觉他就不懂我 因为这个东西 你喜欢的东西 要靠自己努力才行 你直接走捷径 我感觉这样不好 然后又一直跟他起这个争执 我觉得我没有他说的 那么不思进取啊 不上进 只要花钱 我们俩也有就是很穷 没钱的时候 比如说花钞了 然后他那组拍作业 然后也很需要钱 我们俩都是没钱 然后吃麻辣汤 吃14位麻辣汤 我吃麻辣汤 他喝汤 我也能跟你做过那种生活 那你应该愿意做是 他吃麻辣汤 你喝汤啊 他这个人就很别扭 你知道吧 我就说你饿不饿 他说我不饿 然后一直到出门的时候 他来说 他说那总共就这些东西 两个人都吃了 都吃不饱 就是我觉得 这就是个效率问题嘛 如果说这个东西 两个人一人吃一点 那不如让一个人吃饱的 而且你是女生 我觉得我应该让你去吃 大体上面知道一点的啊 咱们不争吵 对不对 今天为什么来啊 因为我们两个 都要毕业了嘛 要毕业 就是要毕业之后 肯定要面临现实 然后他这个人 做事特别没有规划 我觉得我们的感情 可能走过长远了 你想分手是吧 他就是上大学这段时间 刚开始跟他认识的时候 感觉性格很可爱 不加修饰 挺好玩的 有点傻夫夫的 但是还是挺好的 一个小女孩 然后我跟他处了一年半了 眼瞅着都要毕业了 他现在还有两门课 没有过 滚脚科 滚脚科 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还这么看吗 是单纯吗 还是挺天真 单纯的 有点傻吧 都读了大学了 还不知道怎么好好读书呢 来吧 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笔特问卷 我觉得 女生 你可能对于《离家出走》四个字 有一些误会 走 起码就是一天两天 但是你这五十七次的《离家出走》 没有超过半个小时的应该 是如此的任性 如此任性地对待生活 如此任性地对待爱情 如此任性地对待自己的未来 男生五十七次 为什么都没有离开她 因为你对待她的感情 是非常矛盾的 一方面来讲 这样一个女生带给你的生活 是新鲜的 是好奇的 是未知的 所以你觉得的话好有趣 但另一方面你是自卑的 你整个的爱情过程当中是 不管是谁错 都是你道歉 参加辩论错在哪里 有很好的业余生活业余爱好 而且是那么地积极向上阳光 喜欢辩论我想问错在哪里 所以你根本就是无底线地 去由着她的任性 不然的话怎么会情侣之间 有一方会出走五十七次 而另外一方每一次都道歉 每一次都去追 就是那个狼来了的孩子 现在第五十七次的时候 他不想来了 他要走了 你的五十七次出走 和他今天可能在现场一次 就够了 而且你相信我 这个男孩走了就不会回来 无论你怎么哭 怎么喊 怎么追 而且像你这样即将要毕业的女孩 就要有青春的样子 有阳光的样子 有未来希望的样子 没有 就焦滴滴的在那边 反正我爸妈会管我的一切 我男朋友我怎么样她都宠我 什么是独立 什么是自主 什么是完整的女性人格 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 道不同 不相为谋 路不同 各自走好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我觉得其实男孩 如果你真的是还爱她 或者对她还有一定的感情的话 你应该给她多留一些面子 其实我听到前面所谓这种各种分手啊 那就是大学生青涩的爱情里面都会出现的 但是我听到后面呢 我分明觉得你内心深处是看不起她的 你没有真正地对她做到尊重 你只是在哄她 但那不是真正的爱 你今天其实我觉得没有给她留面子 有点对不起她在过去这几年当中 对你那种比较单纯 比较可爱的那种好 虽然她不知道怎么去爱你 她不知道 你应该真是能够帮忙她 或者说你离开她就是帮她 你让她自己在学校里头重修那几门课 就是帮她 她的确没你成熟 因为她有一个殷实的家庭 给她了过度的爱 但她不太懂事 你应该帮她的 所以接下来如果要分手的话 要跟她说清楚 她需要这样的历练 这次失败的恋爱会让她成长 让她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 怎么去爱自己 姑娘 怎么爱自己 我希望你从这段恋情里头 学到 因为恋爱其实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你不是得到 就是学到 我相信你们这段爱情你是学到 你得不到它了 那学到什么呢 自己要有自己的一片天空 自己的路程 要有自己的规划 学习是必须的 不要让她再去帮你去听课了 自己去考不过就重新修 历练自己 好吗 就这样 我觉得两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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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是很小的 你只是想要不要 你还是会让她的孩子 真的 你感觉都长了 你不是这么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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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不是这么长的 你不是这么长的 你不是这么长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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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